清晨五點多天才微亮 80歲的環保志工郭阿曼 靠著地上的黃信引導 來到環保站 每天第一個來開門 雖然勢力模糊 也不影響他做環保 看不得天出 模模糊糊 軟的就是禮箔罐 硬的就是鐵罐 阿曼師兄的眼睛 是因為紅斑變變 而且現在勢力存三分吧 天天說這個線看不清楚 叫它咬點回去 一旁的是太太詹劍卒 三年前中風 走路需要拐杖 現在環保做得很開心 可以當附箭 可以做善事 可以很快樂 起先拿罐子都拿不住 現在既然可以拿剪刀 這樣很佩服他 卓蘭鄰近灘原住民部落 幾年前志工吳維邦 在蘇魯部落做回收 這幾年已經深入到 更遠的部落 現在全部大概有100多戶了 半個月最少就要去再一次 但是都載不完啦 小小的環保站沒水沒電 18年來全靠這十幾位志工 用心守護 一個月回收所得才萬把塊 我們要感恩這群環保菩薩 有時候真的沒有水 我們要去提水來洗那個酒瓶 一個酒瓶兩塊錢 我們一個一個這樣牽 真的很不容易耶 嚴味志工的愛 讓客難的卓蘭環保站 像顆珍珠閃閃發光 大愛新聞 張英俊 劉柏銘 苗栗報導 我們要在一起的